在早期的时候往往会有这个尿里边泡沫增多 或者说水肿的一个症状 这是它的一个临床症状 对对对 但是这个症状往往发现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发现的标本 也有很多患者不重视 因为像是泡沫增多呢 可能它并不认为是什么疾病 水肿呢 往往也可能认为是脑内导致的 那么等往往到严重的贫血 或者说这个乏力 或者说吃不下一句饭 恶心我吐 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不去看病不行了 才去医院看病 但是其实已经 错过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时机 那么就对治疗的花费也好 治疗的难度也好 包括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也好 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危害